字幕提供 大家好 兩個月終於回來抹谷 想說一下感想 在清邁 在清邁都住過幾間酒店 有幾間酒店,有些比較美,有些比較小,沒那麼美 最棒的那間就是住在大自然,也拍過給大家 房間對著外面整個大自然,有個很大的露台 看下去,下面全部是水、河流,很舒服 不過走下去,下面就有蚊子 蚊子蚊食,好像看到人搶食,很恐怖 但是上面的露台,又沒有蚊子,很奇怪 是下面的蚊子蚊子 後來最終住了一間公園,租了一間公園一個月 公園樓下就很方便,在青蚊大學附近 然後很多地方吃東西,晚上好像整個夜市一樣 很多街邊的車仔檔,很多大學生 還有最開心就是看到我樓下的咖啡廳 裡面的廚房,可以坐在頭欄裡面吃東西 真棒,這裡還可以吃西式的早餐 然後在青蚊的感想就是沒有COVID-19 這個病患,其實那邊也挺好玩的 青蚊可以上山 上山大家都見到我有些在三角形的帳幕裡過了一晚 那邊現在夏天,所以比較熱 但是熱得來又不會太黏,很爽 我的帳幕裡面是沒有冷氣的 但是晚上是有少許涼的 你開把風扇已經夠了 甚至乎睡到半夜,因為我關了風扇睡覺 但是很大風 那些風就聲聲聲聲聲聲 下山痴的氣氛 也好像是有點遙遙的 然後你是醒了好的裝置在外面 究竟也有了什麼原因 之後又回到最後又風起 所以那晚 Plant Over 是沒辦法到睡好 沒辦法到睡了算,第二天好解釋 接著就打電話叫車上來接我 因為那些山路在當地人駕駛比較習慣那些路 駕駛駛就會比較安全 在Kanmai留了兩個月 其實我去過很多地方 有些叫做背駕,有些叫背幻的地方 有些我都不會讀,是當地人去的地方 駕駛駛基本上是不斷地當塞路,不斷地去不同的地方 接著看GPS就回到Kanmai 初初我去到清邁拍攝,有些事情做 打算住兩至三天而已 兩天拍完我所有要做的事情 後來就開始有緊急令 緊急令那時都沒有太大影響 還有地方可以吃東西 你可以去哪裏坐,去咖啡的地方 後來就變成蕭禁了 蕭禁呢,很慘 蕭禁,蕭禁就開始要十點鐘回家 十點鐘呢,泰文就叫做時通 時通要夾班,夾班就是回家 回到家,每天都是這樣 接著又沒有地方坐 每天都下去,預早些時間去拍完東西 自己想拍的地方,或者想去的地方 但去到的地方又沒有開 沒有人 去看大象的地方,又沒有service 你想去幫大象洗澡玩,在一條河裡又沒有拍 只可以問一問他,可以進去大象裡面 可以看看大象,拿著機拍一下 接著去到一些河流,坐那些觸佛 那些觸佛,在河裡慢慢穿梭 接著你個人可以站在那坐在那 放假航拍機上去拍 又可以自己在後面自拍或者拍照 很想做到這件事,但始終去到 但就做不到 因為沒有service,甚麼都沒有 影響我很多拍攝 很想拍到的東西都拍不到 蕭禁令的期間 很多人都知道我喜歡去咖啡做片 坐到三間半夜都可以 坐到天亮五六點都試過在那裏做片 因為一做片我就很投入 不斷做做做做 咖啡有開 很多餐廳有開 但就是take away 喝杯咖啡想享受一下 那個周邊的環境和裝修 但都沒有了 唉,真是好慘 唉,真是好慘 想吃東西 慢慢吃,慢慢喝杯東西 但是又是沒有了那個享受 那些人經常說 喂,現在的疫情怎樣 怎樣怎樣想過來 其實過來,千萬不要過來 等到疫情過後 即是回復正常才過來 因為真是真是甚麼都沒有東西玩 到現在我回到曼谷 曼谷就好一點了 那先說到這個清邁 在清邁燒禁 緊急令那時 未到燒禁時的時期 我想進去一些餐廳 去軚式按摩 看到幾間泰式按摩 進去後 然後問一間 他說 你是哪裡來的人 哪個地方 你說香港 他們就很多灑手令頭 香港不做你生意 他們經常覺得你是中國人 香港人 跟大陸人是不同的 還有我們這麼多年的文化 都是不同的 他們覺得同一個地方 所以之前我們看了很多新聞 就覺得這個肺炎是中國傳來 覺得你們很恐怖 覺得你們應該是帶滾者 或者有帶菌 或者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帶菌 但都要小心你們 中國人 所以就被他拒絕門外 亦都有一間抹沙處 然後進去問他 然後他說 OK OK 你上了房 上了房 換了一些泰式的衣服 泰抹沙處 那些扭鬆你的筋骨 怎料 唉 換了衣服之後 無緣無故有泰國人上來 我們沒有技師 然後沒有技師 然後再跟他理論 為何我換衣服 無緣無故說沒有技師 樓下明明有幾個技師 後來他說 老闆不給 然後我回到樓下 那些技師 無影無蹤消失了 在這個世界地球上 那些技師是消失了 那些技師是消失了 很不開心 無緣無故這樣 這件事也不重要 最老套就是有些法蘭 我們叫法蘭 即是外國人 外國人去到 歡迎他們進去 那其實外國人 他們基本上 他們那邊爆得最厲害 那個時期是 整個泰國 所有住在泰國的香港人 一個都沒有確診過 他們很害怕 那多數多數都是 法蘭都是外國人 即是西方人 歐洲人 南美人 因為他們全部都在泰國 不戴口罩 全部都覺得戴口罩是傻的 甚至我在泰國戴口罩 被兩隻外國人在旁邊走過 突然中 在那裡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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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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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然後笑我 然後我頂不住 我真的 真的頂不住 他們的歧視 是會把亞洲人笑說 你們為何戴口罩 那兩隻外國人都不知道 有沒有遂到事後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有這種少許歧視很不高興 好了 說回按摩店 按摩店 到樓下被人拒絕門外 出去,無話可說 再去前面有一間按摩店 我都算了,放棄,不要問了 後面有三個韓國仔進去 居然又是歡迎韓國仔 那個時期其實是 歐洲已經爆得很厲害 韓國已經爆得很厲害 日本已經爆得很厲害 他們是資訊不知是否沒有 居然可以歡迎他們 燒著這樣 Come on, Come on, 歡迎, 歡迎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我們那些 Go out, Go out, Go out 沒有技師, 沒有技師 是這件事很不開心 令到你生活在泰國幾年 香港人, 亞洲人 在泰國一直都很受歡迎 為什麼泰國這十幾年 以前是泰文,招牌全部是泰文和英文 在這十幾年變了很多中文 甚至泰國人很多人 都學到幾句國語 中國開始富有 他覺得中國人是有錢的 很多時候都很想做中國人生意 很多國家的差距 有些泰國人都分不清楚 甚至這個疫情 哪些最危險的人都不知道 所以那時候真的很生氣 那時候真的很生氣 沒有啦, 就走啦 不按摩, 不按摩 去吃東西、喝東西 又是沒有地方 所以經常被人去珠門外 有時食肆他們 好像買東西都離遠一點點給你 有些泰國的朋友 有男友女想跟他聊天 最初他都不太相信你 或者怕怕你 或者明明見到你 他沒有戴口罩 就馬上戴口罩 才跟你說幾句 我相信這件事全世界可能都有 即是我們中國人 或者香港人 在哪個國家 可能都有出現過這些事情 這樣說 泰國就比較和諧些 他就不會打你 不會罵你 不會很惡地走的 歐洲 或者南美 或者台新聞都有 有些亞洲人 以為他是有帶趕者 令到他們的國家 鄉了那麼多人 有些人被人嘔打 都有的 有些被人 好像生人物禁 有些不開心 那後來呢 我就租了一間 公園 聊了便宜一點 就可以一個月地住 認識了老闆 14天已經過了 20天 整個月之後 他們都覺得我信任 覺得 因為我住的地方 唯一一個香港人在這裡住 他們覺得 原來這個香港人沒有病的 沒有病菌的 信任過的 沒事的 這樣 然後他們就 開始和我聊天 開始就歡迎我很多 甚至原來對面那間咖啡 有的可以堂吃 那真的開心得爆炸 真的 天天都在那裡吃東西 那我有時都拿去買 其他東西吃的 但真的不是很想 整天留在房間 在那裡對著四半牆 吃東西 吃完東西又對著電腦 做片 真的有時候 會很燥屈的 會這樣 很辛苦的 屈到病 屈到病 真的 真的 所以我都要經常下去吃東西 有開心就是 之前住了一間 我拍過給大家 我住的那間房間 一走出去就是一個泳池 那家人就住在那裡 一棟屋 上面下面也有房間出租的 那些房間很舒服很大 我覺得也挺舒服的 那間店我也挺喜歡 老闆娘每天都煮東西給我吃 你要吃什麼 你跟我說 我叫Grab 買什麼菜 叫Grab 可以幫他買菜 送過來 他就煮給我吃 很好 知道我喜歡吃別計 什麼別計 就是煎雞翼 他又特意叫人買回來 那他的老公就是鬼佬 鬼佬住了三十年 在清邁那裡 清邁那個地方其實也很偏僻 當地人住的村裡 其實村裡是不讓外國人入 那時候還沒消禁 我過了去那裡入住 知道我沒事 其實他們都對我很好 又問我 夠不夠口罩 外面好熱 或者小心點 其實我都很關心 屬於是村裡的本地人 其實他們都很有愛心 總之他知道你是沒事 他就會對你很好 清邁城市那邊的人 就比較小心點和害怕 去回他劈記那邊 就是古城那邊 遊客區那邊都很值 我從未見過一個清邁遊客區 的馬路 你是站在那裡 我數過20秒 都是沒有一架車 過了20秒才有一架車經過 真的未曾見過這樣的情形 好像死城一樣 好像進了一個遊戲裡面 打遊戲 然後好像那些喪屍會出動 那些人就躲在家裡 不敢走出來 那些喪屍和病菌 會咬人 會傳染病菌 病毒 所以那個環境 基本上好像是 在遊戲裡面 在這裡走 自己 感受就是這樣 很有趣 現在回到曼谷 就好一點 開始解封了一點 有些餐廳可以吃東西 可以坐下 其實都是 開始了兩天 但是那些餐廳 都沒有什麼人吃東西 都要隔開1.5米 跟香港一樣 隔開1.5米 其實好事 做得對的 因為太近 就算那個人有病菌 如果隔開 有機會傳染不到你 大家都安全 你傳染到誰 大家都不想 人命就最重要 那你留一條命 那怕沒有柴燒 疫情過後 不斷想辦法 回復所有東西 再努力一點 或者跑快一點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其實 凡事向好的一面去看 疫情過了之後 白板聲 有些好的東西回來 我做人這麼久 我經常覺得 衰到貼地的時候 但始終都有一種好的東西 去反彈上去 是真的 有一件事給大家看 這件事挺有趣的 這件事很搞笑 這件事也是卡片 之前我在清邁已經買過 但這件事很搞笑 我才買 就是這樣移出來 然後這樣移移 對 這個消毒很個人 這樣移出來 就是 這樣就可以 噴到手 噴一下 噴一下 噴一下周圍的東西 挺有趣的 這個在Seven 對 Seven已經可以買了 不過香港不知道有沒有這些 泰國就很多 因為很方便 又是卡片 還有說起來 我在清邁 清邁入住很多地方 每次入住的酒店 整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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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租住每一間房間 當只有我一個人 晚上的聚餐 還要收工 收工 收工 我一個人在酒店 我是上上落落 到處走 是沒有人理會我的 最怕的是 Docke 晚上 我有沒有看過 探靈的影片 Do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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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都Docke 晚上睡覺 Docke 就是 它吵醒你 你會走到露台聽 左邊那邊樹好像有 一會兒 中間那棵樹有 Docke 然後無緣無故 右邊那邊有 真的很煩 有吵 有大聲 我想有這麼大隻 因為這麼大聲 通常有手臂那麼長 清邁有很多鹽蛇 多到會叫的鹽蛇 蛇 很厲害 那些昆蟲 很多你未曾見過的昆蟲 都不知道是甚麼昆蟲 不同類型 不同顏色 不同形狀 都有 反而蜘蛛我不見到 蜘蛛一隻都未見過 最多 很多 大開眼界 上昆蟲之旅 最適合去泰北 有很多昆蟲 喜歡拍昆蟲 用放大鏡拍照 那些是最棒的 有很多昆蟲 觀光這個昆蟲團 都不知多過癮 在清邁滯樓 就是這樣的感想 想分享給大家 差不多了 說到這麼多 這幾天回來都休息 沒甚麼拍攝 之後都會分享 曼谷給大家看 現在的狀況 下次再聊 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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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勞